这边都有 那最近一次过年前 是讲到有关那个日期与时间相关函数的应用 那有讲到Dative 还有像E-Day等等的相关函数 最后做一个年历 那年历的话 我有一键完成 不过程式是在云端上 那比较困难 所以回去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也不妨可以试试看 里面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要把很多动作串在一起 其实丢公司就好了 有没有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这样就可以做到 自动化的效果出现 那当然你将来 如果你自动化程度越高的话 甚至一键按下去 报表就出来了 那是最好的 所以以后你的所有工作流程 都把它标准化 自动化 那很多时候 很快你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不用花太多时间 那变成你会多很多时间出来 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效率自然会提高 你工作的品质也才有办法提高 那很多人我发现 都陷入到工具的使用 每天都在想说这个工具要怎么用 你就变卡住了 OK 你效率自然没办法提高 那今天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数学函数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相关的内容 其实在这边就有数学函数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数学函数程式码在这里 其他部分当然还有 今天的话讲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困难一些些 而且比较实用的 那刚刚提到有关那个 比重部分自己加一下 另外的话公式 所以要记得就是可能比较特别的 大概就锁这个钱的符号 这个我想应该前面都有讲过 这个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了 而且蛮重要的很多同学 如果对这不熟悉的话 以后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另外的话你也可以用三坡大 再来的话我先用VBA 那VBA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用公式 丢出去之后的话 其实就把这个三坡大公式 直接丢到这个范围里面 那第二个按一个清楚 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什么 月考我直接丢结果过来 我不是丢一个公式 有没有发现 这前面都有讲过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 一 我们一样切到VIO BASIC OK 二的话 我们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 这边有个模组 三的话 也许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再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就是叫月考底线公式 OK 假设这样 那基本上的写法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第一个 我们可以什么 写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话 你告诉他说 for I in range 在哪一个呢 13 有没有 所以你从那个13列到27 不过27的话以后可以用火的 以后的话 当然你这边 就刚开始写一定是27 不过你这27以后写这样 那将来如果你范围变动 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子 有没有 意思就是从A13 这个储存格向下追踪 他就会把27放到这边 是前面讲过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样 再来就是一个NAS 接下来把公式丢过了 前面讲过了 就是丢到哪一个出专格 Sales的 哪一列 第I列 就是把这个13放进来 然后丢到什么 第哪一栏 后面加一个哪一栏 丢什么东西 丢一个公式给他 那什么公式 又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过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蛮重要 就是一定要很熟练 然后把这根贴过来 但贴的技巧我前面讲过 如果里面有什么 其实就两个 如果里面有那个双引号 就变两个 这个还好刚好没有 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里面有列号 13 刚好13 把这个13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 那有个诀窍 就是什么 把它选起来 然后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理解的话 前面讲过 你就是先 先用这一招 先至少可以把你工作 的东西慢慢变出来 慢慢慢慢做久了 之前有东西 就也是常问我 问我 问我 刚开始他 实在很容易钻牛角尖 不过后来他也不太问了 他后来 多做了之后 他发现好像他就懂了 突然之间 原来就慢慢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 层次不容易理解 那什么时候我能够理解 就是我把它做出来之后 然后反复多做个几次之后 我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学习历程 所以有的时候 即便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过 可能你还是不是那么了解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 如果你多做了之后慢慢 所以有没有像回圈 有时候 这解释很简单 就是帮你重务做 可是如果你有的时候 脑 我们大脑里面没有那种重务做的 那个相对应的指令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你常做 常常去运用它 你慢慢发现原来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去做一个按钮出来 把它按下去 这个就出来了 不过输出之后的话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部分 我可不可以让它长得像这样 就是小数点 像这个输出的话 它基本上原来预设是 小数点到第几位 不是第一位 它就第一位 那如果说我不要 那个什么呢 小数点的话 那其实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就在这个 这个里面加上什么 用ROM的函数 有没有 再包一整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在这个回圈下面 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二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 加一个用Range 跟他讲说哪一个范围 范围跟他讲说 我从I13 到I27这个范围 假设我这边 I13 冒号到I27的这个范围 那做什么呢 现在告诉他范围 点 跟他讲 我要格式化 格式化到小数点 就是取到整数好了 不要小数点 那这里特别是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属性 叫做Lumber Formate Logo 如果你记不起来 没关系你只要记N就可以了 N打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叫什么 Lumber Formate Logo 就这个 意思就是说 点两下之后 等于什么呢 给他一个双引号 那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什么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 那实际上 他的作用类似这样 选取之后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式 其实就Lumber Formate Logo OK应该可以懂那意思 那只是说 我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 如果你要取到到整数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数词 小数点取到整数之后 切到制定 你就知道里面要放什么 其实就放零 或者是零底线也可以 不过一般习惯就放个零就可以了 零的话表示是整数 那如果说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 那你再制定一下 零点零 那如果取到第二位的话 那其实应该依次类推 应该什么 零点零零 有规则性 所以其实你只要怎么 在Lumber Formate Logo里面 你就丢一个什么 这边后面丢一个零就可了 意思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那个范围 就等同是按右键 那个储存格格式 你就取得那个制定里面的词 要把它执行一下 输出 这边的话就自动 帮你取到还蛮好用的 另外的话也蛮简单 清楚还记得 就是把这个公式后面的部分 变成空置串就可以清楚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说今天我希望 丢出去不要是公式 我希望丢出去的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那应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想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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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